他们在国际事务中赤裸裸地搞双重标准 毫无原则地进行政治操弄 我要奉劝有关国家 如果希望在国际事务中真正体现作用 就要学会从事情的是非取直出发 独立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 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 也是黑客攻击的最大受害国之一 我们历来坚决反对 并依法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黑客攻击行为 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至于你提到的有关的情况 这是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提出的 近期中方多次指出 这个机构长期接受来自美国政府和军火商的经费支持 热衷于炮制和炒作各种反华议题 已经沦为反华极先锋 没有任何信誉可言 该机构对中国的攻击指责 完全没有事实依据 纯属一派胡言 谢谢大家